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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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19年 劉備在佔領一周之後 又在漢中擊敗朝衛大軍 待劉豐、孟達佔據上庸 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光武虎大將 集團的領地與實力大為增長 達到頂峰 朝衛此時面對孫劉聯軍的進攻 轉入守勢 因連年用兵 內部常有名願 劉明叛軍層出不窮 但仍是三國中實力最強大人 遵權平定三月 取得郊州、荆州、南部三軍 實力也得到增強 為了徹底奪得荆州 如戰長江地利 官方摩擦不斷 孫劉聯軍的信任搖搖欲墜 襄陽附近 曹衛百姓反叛 高域鎮壓 關羽率軍 北伐翻成 月靖抵擋不住 曹操極調朝人 正守相反 同時令余靖 龐德 率領欺軍支援 八月 大雨連綿 和水暴漲成災 關羽率領水軍攻擊 水淹欺軍 衛軍 死傷勝重 余靖被扶投降 龐德死戰不退 拒絕投降 最終被殺 凡城中 衛軍驚恐不安 朝人與蠻寵 鼓舞士氣 斬白馬 立盟士 協力堅守 關羽率水軍 圍困凡城 斷絕聯繫 此時許都周遭盜賊士氣 接受關羽應號 擾亂朝軍 關羽之名 威政中原 曹操打算遷都 但必鋒芒 司馬懿勸說 分化孫流連軍 又使孫全襲擊關羽後方 讓凡城之為自然解除 此時 孫全採納呂旅盟的忌策 繞回自稱病重的旅盟 派年輕的陸迅接踢他 陸迅對於關羽 敬揚有加 麻痺關羽 關羽安心後 將留守後方的阻力 調往凡城 徐晃此時駐守晚城 援助曹人 奔全寫信給曹操 請求允許他討伐關羽 曹操將消息洩漏給關羽和凡城內的守軍 關羽猶豫不決 或施撤兵兩斤 城內曹軍士氣大爭 曹操率大軍回到洛陽後 先後令12營軍隊去增援徐晃 徐晃奮奮力進攻 打破了關羽的凡城包圍圈 但關羽的水軍仍然隔絕了去襄陽的路 呂蒙採取白衣渡江的計策 把精銳士兵裝扮成商隊 一路俘虜了關羽打探敵情的哨台 富士人與迷方一直不滿意關羽情勢之前 也因供應軍資不利 怕被關羽回來治罪 於是趁機現成投降了五軍 呂蒙空戰南軍後 又帶蜀軍加卷更超過去 溫泉到達江陵 京州文武官員都歸父 關羽的將士已無心戀戰 關羽最終向西退守脈城 悔裝投降逃盾 被馬中擒破 關羽拒絕投降 不只得被孫泉斬首 京州從此被無國佔據 關羽拒絕對 關羽拒絕對 關羽拒絕對